因为不满被开单 竟然持刀砍伤远警的无姓男子 法院裁定以三十万元交保 而这也引起了警方还有社会上诸多批评 昨天下午 检方再次向法院二度升压 法院在昨天晚上才准积压 下回道歉 希望受伤远警早日康复 他就是在二号下午 因为违规停车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被连续检举 并被警方开出六张罚单 就不让人砍伤远警的无姓男子 回忆男子冲出来对着他一阵痛殴 还有不少远警换上便服来到现场 大家不满 只是单纯的执法就被民众砍伤 最后却能以三十万元交保 严重打击警察士气 酒驾被撞断条腿十万交保 然后这个被当街被砍 然后三十万 可是吃绿西龟保育类就收押 我们没有人能接受 到现在大家都觉得 这简直是不知道这个法官 到底在想什么 遭砍伤的远警在送医急救之后 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人还在医院 清北地检署认为 法治国家无法接受 只把远警遭砍的暴行 原先打算提抗告 但后来检方掌握了勤姿 无姓男子有逃亡的可能性 因此再次依杀人未遂罪 且有逃亡之余 向法院二度申请羁押 发现说被告失业后 有离家跟家人失联的情况 认为说有以重罪跟逃亡之余 开立居票进行居提 那另外被告在远警居提的过程 有抗拒居提等的心事证 这部分都是未经原裁定的审索 所以雇再次申请羁押 无姓男子的儿子表示 可能父亲在和警方沟通的过程当中 有发生口角 才会这么冲动 但做错事情还是感到相当后悔 希望可以当面向远警道歉 记者综合报道 大型积聚在故宫南院外墙持续施工 另一头也有银架还没拆除 正在努力赶工 有游客专程从高雄到嘉义参观 认为买票进场并没有只回票价 因为你会觉得看的东西少啊 然后他又没有 因为整修整层楼二楼不能看啊 然后又没有比较便宜 对啊 票价没有比较便宜 大家会觉得好像被骗的这感觉这样 会让他觉得他是半成品 对 那 而且也完工那么久了 他开放那么久了 还在施工 这是小小的缺憾啦 故宫南院从去年十二月下旬市营运之后 多次因为下雨大厅漏水 四月中旬决定封闭大厅进行玻璃帷幕补墙等改善工程 但原定修复到六月底却跳票 故宫七月底公告 二楼大厅要到八月底才能开放 因此开幕时间也会往后延 博物馆的角度为了博物馆永续经营的关系 那营建署这边是说预定想要把工程的时间延后 八月中的时候会把所有观众参观的动线 的部分包含中庭要进来的地方 二楼的大厅 还有上到那个三楼展厅的这个整个动线 做一个开放 那整体的全面开放会是在九月中 故宫南院目前平日参观人数约四千人 假日大约一万人 三号中午十二点左右 更突破百万参观人次 但硬体设施还没完全准备好 虽然不影响展览空间 但参观品质的确让不少游客抱怨 随着开幕时间在延后 当初预估开幕能带动商机的店家 也恐怕得再等一段时间 记者王若婷 陈显坤嘉义报道 为了庆祝将要启用的台中国家歌剧院 融入道教祈福的概念 在广场上布置教坛的装置艺术 不过民众认为现在正值农历鬼月 感觉怪怪的 各剧院的广场上 竹制的棚架就这么助力着 看起来就像要坐教拜拜的道坛 不仅如此还放着好几个旗帜 感觉就像真的要办法式 另外一头则是设置灯高 上面挂着小灯笼 还有大大的法旗贴着符咒 不少民众感觉怪怪的 民众以为这是要办法式 不过这原来是为了 进驻歌剧院落成的装饰艺术 主办单位请来台北艺术大学教授 邱昆良总策划 营造结合民俗的欢乐气氛 加上宗教元素 营造快乐的氛围 跟民众交流准备的活动 只是时间的巧合 所以也刚好在农历的七月举办 是装置艺术还是挑战传统竞技 七月搭棚 民众对树灯高很有意见 也有人认为和歌剧院的建筑有冲突 民宿专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随意意向搭起来 同时有一点就是说 好像就是在吸引某一个空间的 这种朋友过来 那这样感觉上也好像不太理想 民宿专家认为不妥 而策展的教授说 没有法式或相关的礼俗 希望定位成欢喜作教 也邀请民众一起来参加 国家歌剧院开幕表演与装置艺术 记者林建生台中报道 礼乐奥运将会在台湾时间 周六的早上七点正式开幕 而今年公共电视实况转播 包括了奥运的开幕闭幕典礼 以及中华队选手的比赛 都可以看得到 在奥运选手七楼团陪同下 公市总经理文化部体育署官员 一字排开 以实质打气象征替远真 礼乐奥运的选手加油 为了服务观众 公市今年投入一千两百万元 一连十七天在三个频道 以高画质转播一百五十小时的奥运赛事 除了开闭幕典礼 也几乎涵盖中华队选手的比赛 这次奥牌希望大的羽球项目 男子选手周天成小天已在上周出发 她的母亲今天出席公市转播记者会时表示 怕礼乐治安不好 不让小天有后顾之忧 家人全留在台湾替她加油 她说小天从小就盼望 有朝一日前进奥运 遥远的梦想如今实现 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点不太可思议 想说她真的很努力 很认真 然后全心投入她的羽球 这次取得礼乐奥运资格的选手 高达五十八人 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公市将从台湾时间八月六号上午七点起 实况转播开幕典礼 因为时差关系 比赛时间多从晚间八点到隔天上午 公市将从夜晚到凌晨 再到清晨 不收棚 让观众不错过中华健儿的精彩赛事 记者你们陈立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